现在网路上已经有一个声音了 去风险化 但不脱钩 让中共更生气 为什么 因为更严重 其实这是更严重的事情 我如果比如说我们用比喻 那个 比如先生跟太太离婚 那就是各走各的 他现在不跟你离婚 整天跟你纠缠不休 你更痛苦 这个情况是这样 我们刚才提到 国际秩序要重构 因为这个乌克兰战争以后 像日本主办七大工业国的高峰会议 然后形成一个国际政治的 一个新的平台 然后日本的国际空间 国际地位也无形中上升 增强自己的分量 那这里面提到了一个方向 就是所谓新联合国 或民主自由版本的联合国 其实这件事情 在川普时期已经在推动 现在拜登政府 其实在执行川普那个时候的 的那个路线跟构想 怎么说呢 2018年的12月1号 川普跟习近平第一次 川习会在阿根廷 那个时候G20号 然后呢 川普那个时候提出来说 习近平你可不可以 限制管制一下这个 芬太尼毒品出口 是 习近平一听说 你不是跟我谈贸易战 满口答应 可是没有做 12月1号 这是当年12月1号 请大家注意这个时间 然后三天后 12月4号 国务卿庞贝奥 飞到欧洲的比利时布鲁塞尔 在一个国际组织上发表演讲 谈什么 谈如何重建国际秩序里面 有三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呢 就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这一次乌克兰战争里面 也在谈这个问题 第二个是 由普世价值展开的国际秩序 民主自由 法治人权 这个以普世价值来展开的国际秩序 第三个 由美国来领导的国际秩序 也就是说美国并没有从 国际事务当中来退却 要继续承担领导者的责任 这样子 这三点 然后由这里出发 要来改变调整联合国 庞贝奥在当时提到说 几个国际机构都要 都要整顿 从那个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 联合国 还有欧盟 美国国务卿跑到欧洲 告诉欧洲人 欧盟要改组 要整顿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 你可以想象 然后当时提出一个什么构想呢 就是说 因为当时是贸易战 本来要提贸易组织 后来病毒爆发以后 世界卫生组织 这两个组织 都拿进来 什么意思呢 那个 世界贸易组织的改组 你叫做新全球化 就是市场经济体 才有资格加入新的组织 不是市场经济体的国家 就被排除在外 像CPTPP一样 中共不是 还没有取得市场经济体的认证 所以它就不能加进来 台湾是市场经济体就进来 变相排除了中共 那联合国的做法 类似 就是民主自由国家 才能够加入新的组织 国际组织 然后后来 中共不是民主国家 不能加入 变相把中共 替出联合国 那到时候 新的联合国叫什么名字呢 叫做全球民主联盟 那全球民主联盟 或者简称民主联盟 就是拜登任内在开的 那个全球民主视讯会议 先从视讯会议开始 当时台湾的唐红部长 不是发言吗 然后好像还被那个 被那个屏幕被黑掉吗 什么 那个就是民主联盟 那个就是视讯会议 一百多个国家参加 那个就是在往全球民主联盟 这个方向推进 从视讯会议到到时候 面对面的那种见面的会议 到最后可能形成 正式的条约跟组织 变成一个所谓 民主国家的联合国 叫做全球民主联盟 用这个来取代 目前的那个被中共恶国 渗透的那个联合国 这个是川普时期就规划的 然后现在拜登政府接着做 那现在讲回来 这个所谓的G7里面 谈到新全球化 谈到这个经济的部分 是这样子 他出发点是缓经济胁迫 成立一个平台 来缓经济胁迫 比如说中共动不动把贸易 准不准你进口 准不准你卖进来 他把它当武器化 所以把经贸问题武器化 那比如说不买澳洲的煤炭 龙虾红酒牛肉这样子 不买台湾的水果 一些水果 还有那个水 鱼类产品等等 这样子的话变成说 把经济问题武器化 这个是不符合 世界贸易组织成立的用意 那所以怎么做呢 他说去这个供应链多元化 就是不能什么东西都要 大部分的东西都从中国来制造跟购买 不能从中国来进口 要分散进口来源 这叫供应链多元化 不止这样子 他现在还要进一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 尤其是一些关键物资 包括对抗疫情的一些药品 口罩防护服 一些相关用得到的东西 要降低对中国的依赖 然后这里面就引出一个概念 叫做经济安全 我们讲国家安全往往是讲地缘政治的安全 现在要进一步了解到经济的安全 当你很多的进口来源是中国的时候 而中国是一个极权的国家 他到时候可能会很任性的来 来处理国际关系的时候 你这边会有风险 所以呢 降低依赖 追求经济安全 然后由这里再衍生出来 对很多关键的物资 当然尤其是晶片 对中国的企业禁运 技术禁运这件事情 然后由这里引申出 如果碰到经济胁迫 还是有重大的经济问题的武器化的时候 要对等反制 所以呢 你看到经济胁迫的话 首先就是要对于这个破坏规则的人 就是搞经济胁迫的话 要给他惩罚 第二个呢 对协助你搞破坏的人 共换也要惩罚 第三个的话 被打击到的对象 我们要合起来帮他忙 这个就是已经开始到了 那个所谓经济北约的概念 就是有 北约的概念就是说 有任何一个国家被打击的话 那么似同对全体国家的攻击 所以全体国家可以 合起来帮忙这个被打击的国家 人家王请问一下就是说 在 像之前就有人说 可能全球化是不是就已经终结了 您觉得这个G7的公报 是正式终结的吗 或是可能会启动一个新的 另一种的版本的全球化 我现在讲的就是告诉你 怎么样展开对现有的 平台的一个修正 因为看到新的问题 然后接下来发展出新的平台 新的组织 国际组织 从联合国到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 延伸过去 到国际货币基金 到世界银行 这些所谓国际组织 如何面对俄国跟中共这一套渗透 从内部把你瘫痪掉 这个问题 中共收买一些那个穷国家 手上随时掌握五六十票 你怎么跟他玩 你的联合国变成被中共拿去了 所以现在要改革国际机构 重建国际秩序 这个对美国来讲 是一个重要的方向跟任务 所以现在不是不要全球化的问题 是全球化2.0的问题 现在不是不要联合国的问题 是联合国2.0的问题 就是要针对现有的问题 提出解决的方案 然后设立一个门槛标准 所以联合国 比如说民主国家成立的联合国 叫联合国2.0 那世界贸易组织 市场经济体国家 形成新的那个 世界贸易组织 叫做世贸组织2.0 WTO2.0是这样的 所以它无所谓终结的问题 是全球化发展到这里 要开始整顿 然后来迈入下一个阶段 所以我们不是不要全球化 我们是要一个合理的 公平的全球化 虽然听起来的话 G7的公报提 还有这个CORD的联合声明 都提到说 这个反对以 片面以武力 还有胁迫来改变现状 这个胁迫像听起来的话 觉得不只是在台海 或是在地缘政治上 可能包括在很多国际的 或经贸的运作上面 你这个胁迫的这个现状 可能也都会被 诠释在里面范围了 你讲这个很好 就是回到我刚才 一开始提到的 美国从2018年在谈什么 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 国际秩序 这个规则概念不只是贸易 也包括地缘政治的安全 你不能说动不动 因为你担心 别人对你怎么样 你就去先下手 我会讲去 这个犯罪不是这样犯的嘛 你不能说我担心你会杀我 所以我先把你干掉 俄国的集团 理论是这样子 我担心乌克兰加入北约 对我俄国不利 我就先把乌克兰干掉 这不能这样玩嘛 所以美国人讲说 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这个含义是很丰富的 我先把乌克兰给了 我先把乌克兰全喝 我来说 我先把乌克兰全都 glut